能活得让人喜欢 就别让人嫉妒 一 前阵子 一位网友发文 谈起儿子考研上岸的事 这本是件大喜事 但他却不敢声张 只因四年前的一条朋友圈 当时 儿子考上了上海交大 他高兴疯了 急忙把高考分数和录取通知书 晒在朋友圈 可半天下来 只收到了两个赞 那时他才明白 自己发的开心 别人看着未必高兴 这位网友的故事 让我想起几年前 火上热搜的赵女士 赵女士是一位 县中学的老师 在他教导下 女儿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并顺利考上了清华 通知书一下来 他便忍不住 在各大群聊里 分享自己的喜悦 一会儿晒出 女儿工整的笔记和洗涤机 一会儿又晒出通知书 说名校的设计果然高大上 起初 大家还纷纷表示祝贺 可渐渐的便没人再回应 甚至有人含蓄的表达了反感 一天 他忽然被人从班级群中移了出去 他气呼呼的导寻住理论 才发现对方连他的好友都删了 一番打听后才知道 群主的孩子也是今年高考 却因为发挥失常 与理想院校失之交臂 很多时候 我们热衷于分享自己的幸运 却忘了我们的幸福 也许对别人而言是一种打扰 就拿高考来说 向来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有的家长欢欢喜喜准备升学宴的时候 一些家长可能正满面愁容的商量着给孩子报复读版 有的孩子因考上理想大学而欢心雀跃的时候 一些孩子可能因为凑不够学费而发愁 有时候你晒出的快乐 在不经意间就灼伤了别人的眼睛 你洋溢在嘴角的笑容 也许提醒了别人的悲伤 二 家缪手记中有这么一个故事 两个女人是多年好友 却同时患上了重病 刚查出来的时候 他们还相互探望 彼此安慰 但后来 其中一人去国外接受了最新疗法 身体状况明显好转 他第一时间把这件事 分享给了仍在病中的朋友 感慨自己运气好 又谈起摆脱病痛后的舒适 还说了说对未来的憧憬 结果对方不耐烦地打断他 非但没有祝福 反而恶狠狠地说了一堆气话 甚至诅咒他和自己一样 永远好不起来 本是惺惺相惜的朋友 就这样成了仇人 作家刘庸在书里 写过这么一段话 当你跟朋友一起买了股票 你的股票大涨 而朋友的股票没涨时 你千万别生章 为什么 因为你一旦开口 就会变成一种无形的炫耀 朋友心里就会很不痛快 他对你会红眼 会不满 甚至埋下仇恨的种子 人性本能如此 不要抱有道德上的洁癖 我们不能要求别人闭上耳朵 却至少可以提醒自己 不要总是张开嘴巴 算 一个单亲妈妈 在平台上分享自己和儿子的日常 她原本家庭幸福 可就在丈夫染上多眼后 一切都变了 为了给孩子一个安稳的环境 她与丈夫离了婚 之后她一边努力赚钱 一边自己带娃 日子随清贫倒也快乐 我本想给她写几句鼓励的话 可评论区的留言 却让我惊掉了下巴 几乎她的每条动态下面 都有人贴出一些秀优越的图文 她说买到了打着的蔬菜很幸运 就有人就炫耀自己吃了豪华大餐 她偶尔抱怨工作辛苦 有人就拿自己体制内安稳的工作 出来对比 她贴出每月生活费才六百之后 有人列出自己月消费五万的账单 人性最大的良薄 不是见到别人过得好而心痒 而是吃饱了饭 还要跑到吃不上饭的人面前巴鸡嘴 说者未必有心 可于听者而言 却是拒去扎心 个子矮的人面前不谈身高 胖人面前不谈体重 皮肤黑的人面前不谈肤色 父母离异的人面前不谈家庭 不在受伤的人面前是幸福 是一种修养 四 媒体人牛皮明明 在文章里提起过她的一位朋友 这位朋友是一名很成功的投资人 他每次参加聚会 都有个很奇怪的习惯 参加商务会谈 他必定是一身高定西状 开着好车去 而和老同学聚会 则换上普通T恤 打车或者坐地铁前往 很多人不解 这位朋友解释说 大部分老同学物质条件 没有自己好 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 运气差 而是因为自己出生在上海 父母是上海第一批成功的商人 自己的起点就比许多同学 起点高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位朋友仍和同学们关系如初 亲密无间 所有的优越感都远于见识与悲悯的缺乏 而所有的同理心背后都是伸到骨子里的善良 当我们看见众生百态 内心便会有很多不忍 不忍在淋雨的人面前说自己有伞 不忍在跌倒的人面前炫耀自己跑得多快 更不忍用自己的优越感 去反尘出这个世界的参差 不在诗意人面前是幸福 是一种慈悲 作家大米在书里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黄灵和宋颖是住在一个院子里的邻居 有段时间宋颖走了好运 不仅丈夫找了份高薪兼职 儿子的成绩也突飞猛进 他自己还得到了单位表彰 他每天乐呵呵的进进出出 总想着找机会和黄灵聊了生活的美好惬意 这天傍晚 他做了拿手菜邀黄灵品尝 可一见面 他就察觉出了黄灵的异样 只见黄灵神色暗淡 双眼红肿 急剧询问后 但得知黄灵这几天正被霸道的公婆欺负 于是他绝口不提自己的开心事 只说自己当年也受了不少委屈 也在婆家受了不少气 紧接着 宋莹便安慰黄灵说 没必要生气 咱们吃好喝好最重要 黄灵听吧 心底泛起一股暖意 心情也顿时好了不少 自此 二人愈发亲密 渐渐处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这世上最好的安慰方式 不是告诉对方一切都会好起来 而是说我也不比你好 好的关系 都懂得留点优越感给别人 别人身处黑暗时 别发太强的光刺伤别人 别人一生灰时 彼此的光芒才能互相照亮 但凡能活得让人妒忌 就别活得让人同情 也许这句话并无不妥之处 但高晓松却补充了一个 更通人性的观点 能活得让人喜欢 就别活得让人极度一个人 活得好事运气 但能活得不着人烦 不惹人厌 不让人反感 却是一种本事 点个赞吧 与朋友们共勉 感谢观看